大家好,今天给大家介绍一部女主杀死凶手活到最后的电影 影片开始,女主沙拉和同伴在侦破一起案件,最后却被杀死 灯光亮起,原来一切都是测试 沙拉和其他成员都是联邦调查局的特工 为了接受特训,七名年轻的特工和一名警局的探长来到一座与世隔绝的岛上 模拟侦破一起连环凶杀案 受训第一天,在一个模拟胸外现场,大家听到音乐盒的音乐 特工A触碰音乐盒开关,随后启动了多米诺骨牌效应 众人还在看热闹,没想到最后碰倒的是一瓶冷冻剂 直接喷射到特工A身上 一瞬间,特工A变像雕像一样被摔得支离破碎 众人被吓得一脸懵逼 明明是模拟测试,却变成了真的凶杀案 谁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回到基地,众人发现所有电话信号都被切断 了解了这不是演习的特工们开始全副武装 找到了之前队员特训留下来的各种武器 并开始对整个岛进行巡查 然而,搜遍了全岛也没有找到任何外人的足迹 队员们开始互相怀疑 而特工B成功地将怀疑引到了探长身上 剑拔弩张之际,队员们却一个接一个晕倒了 在自醒来时大家都没有事 却只有特工男C脑袋掉了 血被放干了 特工A为了修水管被机关射中 领了盒饭 此时只剩下女主沙拉和另一个女特工妮可 以及两个男特工和探长 他们重新归整思路冷静下来 在死者身上发现了一截指甲 通过血液对比有一个符合的DNA 这个人就是女主沙拉 沙拉极力辩解 但是妮可由于恐惧已经分不清真假 情绪激动,独自离开 离开后的妮可无意中发现了一包烟 拿起烟就开始解闷 但她不知道烟中还有某种酸 就这样 抽烟的妮可就这么被烟熏死了 此时基地广播却响起了另一个人的声音 一直说着刺激他们的话 嘲笑着他们 沙拉、探长和特工B 三人决定出去一探究竟 三人组找到了广播声音的来源 探长和特工B互相怀疑 并展开了枪战 沙拉夹在中间左右为难 特工B跑出来被探长射杀 这边 轮椅男拿着从停尸房找来的手枪 想要射杀看到的人影 手枪却被人动了手脚 开枪等于自杀 此时就剩下了两人 沙拉查看着轮椅男的尸体 这时探长出现 两人目视着对方 并互相怀疑自相残杀 而穿了防弹背心 没死的特工B又出现了 和探长扭打在了一起 两人摔到了楼下身受重伤 而沙拉相信特工B 在聊天过程中 沙拉告诉特工B 自己设置了陷阱 凶手手上如果有荧光粉 会被检测出来 然而探长手上没有 而特工B手上却有 真正的凶手就是特工B 而特工B的杀人动机 就是为了满足自己能够看穿一切 并且利用他们的弱点击败他们 而自己很享受这一过程 沙拉为了消灭凶手和特工B 双双扭打在了一起 最后特工B死于沙拉枪下 这个故事告诉了我们一个道理 就是人不要作死 不然会死得更惨哦 今天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